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杨 看我今天穿得这么厚 你们应该知道我现在在的地方一定很冷了吧 没错,因为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 北极 Let's go NC This is bigger than the wh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presence and condition dominates the lives of all the many and varied animals To survive here, life must adapt to this world That alternates between ice and water A newly emerged polar bear mother encourages her cubs to take their first tentative steps on the sea ice 这个片头 无敌了 那么根据这个DLC的提示 我们现在扮演的是一位单亲的北极熊妈妈 要带着两个熊孩子呢 艰难的穿过这片消融的冰川 然而由于熊孩子的好奇心强 特别容易就跑丢了 所以我们得扯着嗓子一直哄 还是不是得得跑两嗓子 赶走其他的想要拐走穷孩子的公熊 哎 这个日子是真的难过呀 哎 怎么回事啊这头公熊 还来 一个不注意没了 哎呀 心累呀 哇 这个北极熊的日子是真的难过呀 总算是把宰给送到了安全地点了 见识过了北极悲伤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看有趣的一面 慵懒的海象不想爬着下水了 于是他决定 滚着下去 现在这一关呢 我们要护送三个海象下水 非常简单的一关 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十分的好玩 完成了这两个有趣的小任务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启我们的极地科考之旅了 带上相机和日志 去记录一下我们在北极看到的一切 我们出发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翻垃圾桶的北极熊 翻滚入水的海象 两个可爱的熊崽子 还有一个在晒太阳的海象 注意啊 别离他们太近 不然会吓到他们的 最后呢 完成日志 就可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交差 结束游戏了 那么这次 这个简单的DLC是教育版 与英国电视台BBC联动推出的免费DLC 旨在宣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阻止地球变暖 环境危机 保护北极圈自然环境 呼吁大家绿色出行 而他们用这种记录片式的互动游戏 带给了我们最强烈最震撼的感动 让人对北极的残酷与美好 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唉 不由得为之感动啊 所以 小伙伴们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